来到第三节,我们今天的访问嘉宾是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精神医学系主任陈友凯教授 教授,你好 你好 教授,我们在上一节就说过,思觉失调是病状,不是一个疹断 所以我们就识分它和精神分裂,或者其他精神病的分别 第二节,我们有说过,原来思觉失调是有一个潜伏期的 而在潜伏期,虽然病状没有那么清晰 但正正也是一个黄金时期 我们来到第三节,就要研究一下香港究竟现在的情况 究竟思觉失调的情况是怎样 好,香港我们在十多年前 其实在亚洲区都可以说是首先成立了专门思觉失调的服务 而这个服务在2011年的时间,亦都扩展了年龄,没有了限制 这件事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数据 是看到香港的思觉失调的现况是怎样 第一件事就是,到底我们的人口里面 思觉失调的情况是否特别多呢,或者特别少呢 我们发觉不是的 其实我们和世界上其他有做调查的地方 思觉失调发生的情况是相弱的 换句话说,其实每一年香港出现的思觉失调的新症 大概是有千多到二千人 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来的 例如我们现在香港有七百万人口 每年有千多到二千人 是第一次新诊断为有思觉失调 当然很多诊断了的患者 其实他们随着时间都会继续接受服务 在思觉失调的患者当中 有相当的数目,大概有一半左右 或者少过一半一点 是在一个年轻或者成年的初期 二十多岁、十几十岁 这个时间开始第一次的病发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就是在成年的岁月里面 发生思觉失调的人都不少 就是去到三十岁、四十岁、甚至五十岁 那个左右的年龄 发生思觉失调都有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概念 就是不要想着这个 只是一个年轻人的一种疾病 在年轻人是比较多的 但是其他年龄都会发生的 那么思觉失调的成因 我们现在知道有不少的了 在科学上 这个会帮助到我们 提示到我们 哪些人的风险会高一些 我们知道 其实有一个遗传的成分 在思觉失调 所以如果家庭里面 另外有一些亲人 是有思觉失调的话 其实是家庭里面的成员 他还思觉失调的机会 也会大一些 所以这里是一个信号 给我们要小心 另外 另外 导致思觉失调一些重要的因素 是包括了药物的滥用 所以如果是年轻的时候 滥用了一些药物的时候 其实跟着那些时间里面 思觉失调的风险也会增高 传统上我们有一个 一般人想的理念 就是压力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方面反而不是很清楚 反而不是很清楚 反而不是很清楚 实际上很奇怪 因为我们一般人觉得 是否压力是一个导火线 引发到它本身有遗传因素 又可能有其他身体的毛病 或者是环境因素 而压力引爆了那件事 反而不是 反而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原因是这样 就是当一个患者 他真的思觉失调病了的时候 其实他的家人 甚至医生 去跟他分析病历的时候 往往是会看到一些事件 一些可能的压力 一些不好的事件发生了 然后不久的病就出现了 但是在一个严谨一些的 科学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其实这件事未必可靠的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有一些不好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多不少 会很刻意去找一些原因 是 找了一些原因 就说是因为这样 是这件事 所以我就病了 我们知道 思考失调这个病 刚才我们说过 有一个潜伏期 有一个云阳期 而这个潜伏期 寓氧期里面 那个时间 其实都有很多事情发生 例如一个患者 可能他的讀书 或者工作 或者社交的能力在下降 但是他未明显地出现 思考失调的状态 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一个人 他各方面的能力在下降的时候 他不其然 就一定会遇到一些 生活上的困难 就是如果我的行业的能力 一直在差 不过是一个很潜伏性 我自己不是很感觉的 但是这一年 两年慢慢走下坡 终于最后 都是会考试肥老的 但是到你病了之后 你是容易看到考试肥老 这一件事就是说 哇 这个压力真的大了 我会失望了 所以他就只看到这一步 就觉得这件事人发过病 但是就看不到这件事 可能上游 其实已经有些事情发生 经教授这样去分析 可能我们看问题 也不用只看一边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想 是不是有某些事件 如果青少年人的阶段 多数是看学业 或者是否人性关系 拍拖 引起到他的病發 而听教授这样说 可能在潜伏期的时候 他各方面的能力 包括如果讀书的时候 可能他的专注力 开始下降 自然地到后期 便会出现一些学业上的问题 没错 这件事其实都很重要 我们能够宽一点去想 因为在病了之后 那个康复的过程之中 如果我们是太过是 偏了向只是想 就是说我纯粹是因为 那个拍拖散了 或者我纯粹因为考试肥了 所以我刺激太大了 接着就病了 如果是纯粹很窄 只看到这些的时候 其实在康复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影响 何解呢 就是因为那个人 可能他就不会 那么有心机 在康复的过程 因为他会想 我下次拍拖 没有事我就不会再生病了 或者我只要我考试 不会出现这个压力的时候 我就不会再生病了 所以他就未必会体会到 其实这个病的成因 有多方面的因素 而有一部分的因素 他真的需要努力一些 去尝试 去在生活上面 面对了或者处理了 这样的时候 才可以彻底地 防止病的复发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将病因 归咎在一两件事上 很容易会导致患者或 甚至他家人都会觉得 都过去了 没事了 反而到他再遇到 或者他某些情况 不得到改善的时候 反而会很危险 他会再发生另一次问题 这些是包括什么 能力上的事情 我们讲到其中一个 很常见的就是 我们讲到病 有一些遗传的因素 这个遗传的因素 不是一定很明显的 不是一定很明显的意思 就是说 不是一定说 我要兄弟姐妹 或者父母亲 都有同一个病 但是有时候 那个遗传的因素 就是表现有一些倾向 在家人里面 例如家人 我举个例子 可能他很迷信 很容易觉得 这些东西 导致那些东西 这是一个倾向 背后可能 有一些遗传的因子 令到一个人的思维 容易向这个方向 但是他不是去到病的地步 如果我们不仔细看的时候 未必会看到 那我们就觉得 这个人可能 他的家人都没事 就等于他没有遗传的 但如果你仔细看 可能会看到 这些遗传的因素 其实是影响着 脑部 是怎样运作 怎样分析周围的事情 教授 你讲得很阔 你意思是 我们所讲的遗传 不单止他的家族 或者他的兄弟姊妹 或者父母 有没有出现过精神病 甚至他一些倾向性的东西 例如看东西 看得很窄 很肯定 不是那么开放 接受其他人的意见 这种遗传 我们有时会说 这些个性 像爸爸 这类的个性 这些个性 可能分分钟 都会构成他一种倾向 没错 没错 正正是这样 近来 其实很多科学上的发言 都是指向是这样 指向就是有不同的构成 个性 构成思维 习惯的一些伟存性的因素 而这些东西 累积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 这样一个人可能病发的风险就会高 我们看这件事 我想带出来就是说 这些东西 往往不是很明显地 在一个病人身上看得到 或者在他的家庭看得到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会较容易地去接受 或者去看到一些容易看到的东西 就是说我那次因为口是肥佬 所以我病了 他便会很容易忽略了 有其他的一个层次在背后 如果他忽略了这里的时候 他便会很有视信地 我不会再生病了 或者是没事了 这样就这样 这也会影响他康复的过程 荆教授这样一提点 我对精神病的概念 又或是遗传这个意思 就阔了很多 教授 听你这样说 其实也是很专业 要很抽屍膜检 去详细了解 不单止病房 或者病患者个人 总要是他的家族 他家人等等的东西 可能真的要找到专业的医生 或者专业的人士才可以帮到手 如果在香港 真的发现身边有一些怀疑 如果已经诊断了 就已经得到协助 如果怀疑有思觉失调的病患者 应该怎样去寻求协助 在香港我们很幸运 是有一个思觉失调的服务 是医管局的 分割区每区都有中心 有团队去做 而去到寻求协助 亦都很方便 我们只要打一个热线的电话 去接触这些思觉失调的团队 在你自己的区里面的团队就可以了 那大的热线电话 就是哪一区都可以打他 是同一个电话 进去之后才会分流 可能他会问你是哪一区 就按哪一区 多少号 那要请教授介绍一下 这个服务的名称和二线电话号码 好的 在香港我们的医管局 思觉失调的服务 就是这样叫做 思觉失调服务计划 思觉失调服务计划 英文叫做Easy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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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意就是Early Assessment Service for Young People with Psychosis 其实大意义就是这个服务的设计 其实是想令病人和家人容易一些求占 是的 如果有个热线电话 最少就容易接触到 电话号码是多少 也好 也好容易记的 就是29283283 就是29283283 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打去呢 包括了如果自己担心自己是 可以打去 家人可不可以呢 没错 所有人都可以打去 如果你身边有朋友 或者是思长 觉得学生有些怀疑 想知多点关于思觉失调的 在香港的情况都可以打去 是的 是的 是 家人 朋友 患者自己 股市 甚至是一个开放的设计 目求就是 令到容易一些的求助 好 多谢了陈友凯教授 各位朋友 如果对关于思觉失调 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随时 电邮给Radioikare 有心情电台 我们会有专业的社工回复大家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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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